还要来看到的是南区的交通建设 台九县玉里镇大雨路段道路拓宽工程 住户认为住家与道路之间的路面高低差 波度过斗进出困难 玉里镇名代表吴新闻在定期大会总质询 要求向政公所能够一并把这项澄清案 向公路总局反映 希望他们能够为当地的居民着想 台九县玉里镇大雨段道路拓宽工程 住户认为住家与道路之间的路面高低差 波度过斗进出困难 玉里镇名代表吴新闻在定期大会总质询时 要求公所一并把这项澄清案 向公路总局反映 希望他们能够为当地居民着想 拓宽民众是为了公共建设 所以把土地跟房屋让你国家拆了 结果他竟然要回家 连一个回家的平台都有好几个台 那另外那边也有 因为双改他坚持要做人行道 人行道就是平 他有固定的规范 那另外就是老人家进出 那边有很多老人家进出 然后他做了这个路源室的部分 大概有15到20公分 那这个部分 老人家不要说在人行道 他光要进家门就有困难 因为他下来 他不可能在你的斜坡上面走 因为那个带户车你知道吗 所以他一定要走到公路上 那这一个部分要怎么去处理 玉璃建设客长回应 苏花改工程处也发现这项问题 会后将会到现场会刊进行讨论 公所也一定会站在居民角度来发生 五新闻说 因为这条拓宽工程 当地居民也都很配合 不过工程不断出现 让居民不方便之处 希望苏花改工程处和施工单位 尽量配合当地居民的需求 将来能方便进出 但安全第一 合理地完成改善工程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导 班学者高双双玉璃